着急出门顾不上家中的毛小孩 那回家后就等着被无视吧 最近 飞客网友友 小老鼠N1小老鼠 就被自家猫咪蒙了一脸 那天他急着出门 忘记给小猫喂饲料 回家后看到小猫一脸艳势趴在楼梯上 样子超级好笑 那个刁民竟然忘了给正准备饲料 真是心累 我要这家有何用 我要这奴才又如何 猫皇这么不开心 他当然要讨好 立刻拿出猫饲料补偿他 原本丧气十足的猫咪立刻换了表情 邓大眼看起来超萌 网友们忍不住表示 根本就是两只不同的猫咪吧 翻领跟翻书一样快 轮加是猫猫耶森七七 以后再忙也不要忽略猫皇啦 这次他只是不开心生闷气 下次在家里搞破坏 主人就欲哭无泪了 咪下检 잘못揭坏